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孩的名字 叫花郎 十套卷卷 不 看你输啊 我没输 这我输的 反正我没输 你出来啦 大姐 大姐 天门 我让你点雨门 是 你就回来这一套 那我不玩了行不行 看你头发都乱了 二姐给你输一头吧 不嘛 我不让你说 要让大姐输 大姐 大姐 你过来给我输头啊 我不让二姐给我输头 好 好了 好了 大姐来给你编个戏法吧 哎 哎呀 这蜜蜜蜜蜜 哎 我说你会不会画啊 不是 我不会画 小瞧我是不是 哎呀 你看一画得跟猴屁股似的 好歹也是个美容师啊 我 我来不齐了 小狗 快让我看看 挺好的 挺好的 大姐 你看还有没有加点眼影 还要画眼影啊 加什么眼影 一批秘书又不是考模特儿 对啊 你说的对 自然大门一点好 快点 我可看出来了啊 你们成绩上我考不上 行 听人劝吃饱饭就这样吧 反正啊 我要是考不上我就接着回来受苦 咱们怎么着也得讲个绝对平成主义吧 谁苦了 再苦也没亏了你啊 再说咱家谁不盼的 但是今天不合适啊 这孩子 你穿什么呀 就是呀 你快点吧 全是打折的衣服 我说 咱们什么时候 要能穿不打折的衣服就好了 人不打折就好了 也行啊 穿得不足一点好 就它了 来 快快 帮忙 转过来 转过来 来来来 二姐 你决一决咱们大姐 现在说话特别像妈妈的 本来就是嘛 长姐如母 妈又知道你能进高级写字楼当白领啊 还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雨梅啊 如果你真考上大老板的秘书 我和大姐啊 天天伺候你 哎 你们俩可别想太美啊 没说我到那儿 还没两分钟就把人轰回来 不说八道 哎 我想好了 要是考不上啊 我就跳黄母江 不活了 真没志气 她要是不录取你啊 你就把她抛到黄母江去 哎 为什么 不不识婚 还活着干什么 哎 好 二姐就这么定了啊 就这么定了 哎 二姐 快走吧 永远你都长不大 你快点 好 我走了啊 慢点啊 找个好消息 好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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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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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说雨薇能考上吗 能 要不然她白学文秘大专吧 嘿 什么文秘大专啊 现在商业管理博士都有白学的 一个乌鸦嘴 这个女人扑口头大了大 连面都不让见 从别人兜里掏钱哪那么容易啊 除了智慧还得有耐心 我可告诉你 你时间有限 照现在的趋势 咱们网站倒闭的速度 会像自由落体那么从容 不至于吧 我觉得还能扛一段时间 别自欺欺人了 哎 昨天是不是又让有几高手 被人给挖走了 你不觉得那正是我的高明之初 高明 他们自己跑 省了我一笔遣三费 而他们呢 还觉得心里对不住我 最后落个他们见利妄议 这不挺好吗 这是你的高明还是 自我安悲 认识啊 好像是我小学一个同学的妹妹 这几天都见了几个小学同学了 中午我请你吃饭 我带你去考虑 别看你从美国回来 又认识吃饭在上海 还是我熟 看着像写真集嘛 这些文凭都是你的吗 嗯 大部分都是业代或者寒大 但绝对没有伪造的 我刚从北京到这儿来工作 想要一名秘书 想要一名秘书 你能通过人事部门的考核 说明不错 我最后再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认为作为一名秘书 最基本的素质是什么 嘴言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就不说 你的妆画得不太好 没关系 以后会好的 你家住在哪儿呢 桂花湾 桂花湾 嗯 现在 那是上海最后一片澎湖去了吧 对 董事长 你去过哪里 啊 没有 桂花湾 就在那个方向吧 对 都快被高楼淹没了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我爸爸 还有两个姐姐 董事长 你对那里很熟悉 我有个朋友就在那儿 桂花湾的女孩子 有自卑感吗 没有 再说 我们那儿很快就要拆迁了 我喜欢你的名字 肉枣 好 别急 拿好 找你一块钱 再见 我买两个肉包 好 这里肉包挺好吃的 还行 好 稍等啊 范总 谢谢 这两个菜的粮肉 姐我回来了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店里没什么活 老板娘开恩 两个菜包子 你先给我们爸了 爸我帮你回去 不用 你去招呼客人吧 陈师傅 陈师傅 电话 是玉梅来的 知道了 玉梅这丫头肯定有好消息 姐 没事吧 好像转身猛了点了 没事了 我去吧 不用了不用了 小妹肯定等着急了 我去了啊 就这儿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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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呢 这样的女人 你是没法忘记 你什么呀 吃你的包子去吧 你就让我吃这个 怎么了 对不证你肚子吗 好 你找到青梅猪马的感觉了 你也别让我一股四天啊 我招式惹谁了 你不想跟我同仇共计是吧 你啊 青梅猪马去吧 我可不想当灯泡 太好了 我们已经猜到了 你呀 就是沉不住气 就不能回家再说 我还不是想让你早点知道吗 我才见一面呀 就被录取了 是 你人见人爱 行了吧 大姐 咱们今天全家在外面吃个饭吧 在外面吃饭呀 在外面吃饭呀 好 来 八个十锦包子 四块钱 好 来 八个十锦包子 晕 我怕你想不起来我 所以我只能先提醒你一下 你还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在美国认识的朋友 静远 你好 这事不用说了 我不打扰你们了 去吃饭去 去 室萍 怎么就吃一个包子 胃包不好啊 胃瓜好 一鼓才能撕甜 今天吃鱼吃鲍鱼的 晚上尝尝百姓的包子 感觉不错吧 说句话 在美国这两年 我最想吃的就是陈家包子 想吃的时候打个电话 给你寄去 关键现在不是吃包子的事 干什么呀你 包子钱 算了吧 陈家包子是不好吃不要钱 现在好吃我当然要给钱 这次免了 不不 在钱上我从不欠人情 那好吧我给你找钱 那算了 下次我请客 我发现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 什么 你说翻脸就翻脸 谁让你老惹我呢 另外还有一点也没变 又什么 还是能没有 挺好的 每次回到澎湖区我都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么多年了这地方怎么还是 是不嫌乱 你爷爷不还在这住呢吗 一看你就很傻 是 从美国回来的一年 天天忙我的网站 一共就回了过一次 还是在晚上 是 我记得你不是在东北 你姨妈的工作吗 嗨 早都回来了 现在在一家宠物医院工作 宠物医院 嗯 那可是钱贵呀 你在这儿当医生 你看我像吗 我是在那打工的 每天给小猫小狗洗澡 剪剪支架什么的 不瞒你说 只赚一点生活费而已 跟你们这些天天上报纸的网络新贵 可没法比 你们炒个概念就可以赚钱 就可以影响经济秩序 一针间歇 对 刚才我在投资大厦看见你小妹了 她叫什么 雨梅 对对 雨梅 她到那里去应聘 你行啊 还记得她的样子啊 她还是小时候那模样吗 她去应聘哪家公司 听她说是一家挺大的投资基金公司 叫泰 泰衡基金 可能吧 太巧了 怎么那家公司不好啊 不不 只不过她现在和我的网站有来往 真的 嗯 那你可得帮帮她 刚才雨梅来电话 我想可能是被录取了 雨梅就是比我和雪梅有出息 吃饱了 都睡了一觉了 瞧你那肚子 是 这人才走了一会儿就丢了 你们这治安城问题啊 这可是一个夜不庇护的地方 嗯 没事 谢谢你的包子 啊 我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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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要到大公司上班了 恭喜你啊 哎 阿牧 我现在上班的地点挺近的 以后下班你就不用接我了啊 鼻子都沾上土了 哎 阿牧 晚上我请全家人吃饭 你也一起来啊 两天一样年二人不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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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咱们爸爸 咱们爸爸可真精神 你看 在乡里家这么多年 一让你穿你不穿 这不挺好看的吗 真好 哎 咱们爸爸生年轻的时候特别帅啊 追的人肯定特多 撤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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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结婚了 现在是什么啊 我怎么还真想 saints 这外公健婚的时候穿得了 哎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走吧 走 Voco 走吧 lsley 彭彭早老 Fast 我们开始腹了 appa 喂�爸这漂亮了吗 欧ammen 妈 你坐那 爸 你坐那吗 母 tart 哇 蘇魚 早了 你挑著蟲子哪啊 你打蟲子哪啊 吃啊 蟲子吃你差不多了 你看吃蟲子哪啊 吃呗 因為這個環境好一點 再貴了這麼多倍 你也真是的 爸 紅燒獅子頭可是這招牌菜 你們今天想吃什麼就點 千萬沒有辦法花錢 把到這吃獅子頭來了 我就不信他們也我燒得好 那你们就点鲍鱼鱼翅 反正我们接着 鱼翅 帮你帮多少钱 我们可真点了 点呗 还能对她客气 这次可是经过激烈的竞争 才得到这个职位的 咱们今天无论如何得挥霍一把 要是不挥霍我心里特别别扭 我们听那小姨说 绝对不跟她客气 你们不知道 我每个月的工资是这个数 四百元 爸 你太想派我了 不会吧 大姐 你说得对 爸 大姐 别跟她客气 雨梅是咱们家第一个进写字楼刚摆领的 这样呢 挥霍一把 挥霍一把 来 二姐 你点了 好 我来 我要吃大炸蟹 大炸蟹 好 二姨就给你点大炸蟹 要不过 鸡毛大炸蟹一定要好几百的 姐 妈 没关系 妈妈咱够喊的 这上面的菜我都会烧 他们怎么能烧得过我 我记得我有个徒弟在这当厨师呢 真的 别怕 那你想吃什么 爸爸那你应该去厨房看一看 说不定咱们这顿饭 不花分文就OK了 这个也没差 你们先点了 我到厨房去看看 爸 你早点回来 点一个叉烧包 看看刚刚外公的包对吧 虚皮的 我过来过去 坐这儿啊 姐 你看要盘木点吗 你看孩子喜欢吃什么 我们董事长 谁 董事长 就是他录取我的 旁边那小海鲸是谁啊 董事长 别别说 我说不过来了 不是 董事长 您也来这吃饭啊 是啊 您好 董事长 我是米梅的大姐 我这个妹妹不太懂事 我要请你多多光照 董事长 这是我的二姐陈冰梅 你们这是三姐妹啊 对 谢谢你啊 董事长 谢什么 谢谢您给我妹妹 这么好的机会啊 没什么 我正需要人 对了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儿子杨帆 那好 您好 别看他呀 是个军官 他还像个孩子 每次出海回来呀 最喜欢吃这儿的红烧狮子头 每次都要来吃一顿 哎 你们有没有点这个菜啊 这个狮子头没有外公这么好吃 小家伙儿 肠头未肠怎么知道 你们快坐吧 我们在那儿啊 定了位子了 哎 好 老板挺好帅的啊 小妹妹真好 哈哈哈 儿子也够帅 哎小姐 点菜 哎哎哎 回头看一眼 一直够带冰着 插手 而且你瞎说什么呀 哈哈哈 哎 对 嗯 先来一个叉烧包 嗯 什么 吃饭什么 我要吃那红的鱼 是东西巴 嗯 再来一份 咸淡黄肉馅 好的 那也太贵了 换一下 没关系 不行不行 没事 换一下 要一个茄子 青菜是吗 嗯 换个青菜 不知道是自从 哎 小姐 小姐我没点这个菜 哦 是这边海军军官送的 她终于米小姐工作盛心 嗯 够快了 吃了 可梦 吃了 可梦 吃了 可梦 妈 哈哈哈哈 哎 怎么吃 才点了一个菜啊 嗯 这还是别人送的 爸 你们的董事长也来了 管他谁来了 他是他们的 我们是我们的 哈哈哈哈 好 下来了 妈妈 拿去再扣肉 就吃了 啊 您做一品包 还有个小撒黄 请慢用 好 谢谢啊 点这么多菜啊 嗯 来 帮忙吃吧 来 帮忙吃 好 来 吃 谢谢 这是公共场所 注意军风计啊 妈 我好不容易才上来 还军风计啊 那注意一下影响总可以吧 军人嘛 别这么没出息 洗澡了 蓬蓬 洗澡喽 洗澡喽 来 放下洗澡了 你别小坏蛋 起来 起来吧 起来吧 谁让你吃那么多的 困了吧 小坏蛋 哎呦 这小脚丫臭的呀 妈妈 这也洗完了没有 这什么东西 啊 我问你这是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你哪儿跑 是不是你偷的 你说话呀 啊 说 说话呀你 是不是你偷的 你告诉我 什么 你这还在 一块儿的姐 你干什么 你别管他呀 你干什么呀 你别管他呀 我干什么吧你 姐 你鼻子流血了 你不要扬起来 快我去医院嘛 走 扬起来 快快 姐 给他堵上 你今天什么呢 就去医院 可你老这么流血 明天必须到医院检查去 不去 你不去也得去 快快快 冲冲不拿水 我说了不去就不去 先拿水冲着好不好 要急 走 他就急 慢点 慢点拿凉水去冲一下 呀 你拨不去 你不去 哎呀 不就是厌不洗衣嘛 看你不愁眠不过脸的样子 可我看那个专家一脸严肃 哎 吓死人了 他还不又不是幼儿园老师 看他逗得很香啊 二姐你就会说我 其实这点紧张气氛的还不是你啊 好吧好吧 是福不是祸 只是祸你也躲不过去啊 单线有什么用啊 今天呢咱们姐妹难得空闲 咱们一块走走吧 这一代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哈 好不好 走吧 好 你好 约恩 坏消息 正如我所料 太恒方面正式通知我们 他们不会投资我们的网站 原因很简单 我们的商业计划书中 缺乏足够说服力的引领模式 海外融资的可能性真的不存在了吗 微乎其微 纳斯达克市场的状况和中国网络股的表现 你不会不清楚 那么无方那儿我还有多少机会 除非奇迹发生 知道了 好 哎 姐 有时间带你到金毛凯月去看一下 八十八层 到上面之后全上海市中全看得到 特别好 真的 我是真喜欢上海啊 这好日子 从刚刚开始 大姐 你还这么年轻 为什么不再嫁人呢 就是 你还指望她回来继续给你过日子 像你这种情况 早都该自动解除婚孕了 干脆 哪天到街道把手续办了 先把自由抓在手里 我看啊 干脆搬到新军之后 我们三个人同时嫁人算了 也该为咱家添点阳刚之气了 喂 二姐 你不对啊 你肯定是有情况 突然这么着急就嫁人哪 有什么情况 从事招来 招什么招啊 我是担心小海君急着拖你下水 不是 有什么都不跟你说 嘴那么快 对不起 哎呀 嘴好不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别怕人家供定的东西啊 哎呀 哎呀 别怕人家供定的东西啊 您还金屋藏郊啊 那房子租出去啊 外来的打工卖 去局委会就安排的 给您的 哦 绝对正宗 卡斯特罗抽的就是这个牌子 先别吹牛 什么货色我用鼻子一闻就知道 哼 当年在摆了门的时候啊 就这一手 连我们的大老板佩服的都五体投地 为了我的鼻子 他送给我 十盒正宗的哈娃娜学家 行了吧您 在舅舍会 您在上海滩当小马仔的故事 还是留着给楼上的打工妹讲吧 好 嗯 不错 正宗 嗯 您这么内行 我哪敢拿下枕后来糊弄你的 嗯 唉 说吧 今天非年非节的 怎么有空来了 找我有事啊 我是不是好像今天没来了嘛 来陪陪你 别听见得好听的说 让你小的每月掏点钱表表孝心 那你做得到 可是让你抽点时间来陪我这个老头子 哼 我从来没有这个奢望 随心怎么想 这是古北新区 梁水一厅的新方钥匙 您想接地气 我特意给您买的一楼 好 还带一个二十平米的花园 种花的种草随您便 哦 明天再拆迁 我就住回去 干嘛还等拆迁 这破地方您还没住够啊 破地方 哎 这是昨天的电视你看没看 评选全国城市刑校小姐 那个德冠军的上海小姐啊 救赎在桂花湾 破地方 这百十来年那些桂花湾鲤鱼跳龙门的事儿 我见得多了 哎 你看这个周围的高楼大厦 啊 进进出出的一个一个的喝 神奇之呢 哎 你知道他们干嘛的吗 干嘛的 百分之九十 是给人家打工的 哈哈哈哈 哎呀 神奇什么呀 啊 这个 哎 桂花湾哪 在这藏龙卧虎之地呢 只要一出头 那就是全户后拥的大老板 可是您在桂花湾住一辈子了 光看您全户后拥别人了 哎 我会速到老板呢 啊 你这个孙子就是其中的一个 哎 你知道你能有今天凭的是什么呀 啊 就凭的那个在一楼大学读的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学问啊 那是因为你生长在桂花湾 你这个骨子里啊 它有这个桂花湾的东西 嗯 所以啊 你天生的就比别人有野心 有毅力 那就更有手段 最近怎么样啊 日子不好过吧 啊 看你这心神不敬的样子呢 我大概有两个多月 没有在报纸电台看到你的消息了 那半年以前那多奉光啊 嗯 还老在你的眼前晃荣啊 敢都敢不走 现在是网络时代 一切都是风起云涌 变数太大 跟我说说你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还有什么缺少资金呢 那我看不是 你目前最大的困难 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你跟我说说啊 你的办公室在几层啊 在三十八层 你从三十八层的窗口向外看 能看你什么 能 能看你什么 什么都看我见 除了你眼前的云彩 其他都是模模糊糊的 什么站的高 看得远暗 狗屁 那那 老鼠的眼里低吧 可是在老鼠的眼中 这世界啊 无处不是长生之地 你要是真像老鼠那样 把你的视线放低 你就会发现呢 这个社会 其实到处都是机会 静闭 静闭 看看我今天没白来 小子 你已经成功了 就不能失败 月月 我回来了 月月 我回来了 买回来了 这是我孙的余恩 这是刘夜姑娘 是余老板 我早就听说你了 什么老板 爷爷 我该走了 走了 余大哥 留下来吃饭吧 今天啊 我炒焦白肉丝给你们吃 柳月啊 今天就算了 我还有事 改日啊 好 哪天还管不给您做饭呢 这不是你来了吗 爷爷 从明天开始我搬回来住 搬回来呀 小宝贝 小宝贝 叔叔忙忙 叔叔叔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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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 你家的宝贝是要做护理啊 还是看医生 不不 对不起 我找个人 找人 你找谁啊 冰美 他正在工作呢 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 我转告他 冰 冰美 你怎么来了 我路过 想看看 冰美啊 二十分钟以后 李老板来取他的稿 支架剪好了没有 您是老板 怎么了 我想叫冰美出去说点事儿 那可不行 工作的时候想去哪儿去 这小岚的务工费 约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够了吧 我负的是半天的工贴 我看你这个人蛮爽快的 行行行 半天就半天 来 小狗给我啊 咱们走 我换下衣服 等一下 这叫什么事儿呢 不行 这钱我得要回来 算了 算了 我还得感谢他给我 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 半天的工钱一百块 你也太便宜了 我觉得值 而且超值 什么呀 打开看看 你怎么找着的 都是我姐那儿子淘气 顺手给拔下来了 为这事儿 我姐还狠狠打了他一顿 觉得特别丢人 说他一定要亲自给你 陪李道歉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其实小孩喜欢这个也很正常 你看那天他的脸色 你不知道 开车的人他最烦的就是这个 那也不能说烦脸就烦脸啊 好好好 我成了我那天试探 你这样 你把它还给你卖一声 就说我这个当舅舅送给他了 你不要了 今天上午我把车卖了 你车怎么卖了 你为什么把车卖了 我想搬回澎湖区住 有车不方便 你 你搬回澎湖区住 你干 干嘛这么大情小怪的 我本来就是澎湖区出来的嘛 那我觉得奇怪 是不是爷爷强迫你的 我爷爷从来不强迫我做事情 我是想回桂花湾找灵感 灵感 桂花湾能有什么灵感啊 听你以后就知道了 冰妹 我想让你帮我干嘛 我能帮你什么忙 区里已经下了文件 明年的这个时候 桂花湾澎湖区就要正式拆迁 所以我想在我的家园网 专门开辟一个频道 刊登一些纪念性的文章啊 一些专访啊 而且在我的网站首页 还要每天播放 桂花湾倒计时的通篮广告 用来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时刻 到时候我要在桂花湾 举办一个比较隆重的开通仪式 我请你来当司仪 司仪 我怎么能当司仪呢 怎么不行啊 我记得小时候每次歌手比赛 都是你报幕 那是八百年前的事情 不行 那 那也 说明你有童子宫 这事就这么丢了 另外我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 你这一下午尝了多少事啊 这是最后一件 我想让你帮我请个人 谁啊 宇梅的老板 泰衡基金的吴芳 你这么晚回来 吃饭了吗 二姐 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我吃过了 你不对啊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是你的 你懂什么呀你 我是不懂 那你教我 你还用我教你啊 姐 听说你的旧箱好回来了 听谁瞎说的 你别管谁瞎说的吧 是不是啊 不是 对了 有件事 你看能不能帮帮我 什么事啊 是余恩托我 让你 我说你有情况吧 你还不承认 别瞎说 我们只是同学 那时候她是年纪的 其实啊 那天我碰上她了 我假装没看见 懒得理他 人家也没招你没惹你 你干嘛这样啊 你们现在可还没怎么着呢 这就护上了 去 说正经的吧 董事长 你找我 请坐 你还记得我的儿子 杨帆吗 上次吃饭的时候见过 她现在在上海 她们舰队啊 下个月 要请二十名君嫂 到舰上去联欢 舰队呢 要她给二十名君嫂 每人选一样礼物 什么礼物 要她自己看着办 她一个大男人就犯了仇 雨梅 你能不能帮帮她 到市场上去挑选一下 我 我的眼光行吗 公司的女孩子啊 都太时髦了 我怕她们选的东西滑而不实 我想来想去 还是你最合适 那好吧 我试试吧 好 我先替她谢谢你 她会跟你联系的 有事儿 董事长 我想请你参加一个活动 这是刚才那件事的交换条件 不是 我二姐求了好几天了 我一直没敢拿出来 因为我听别人说 你从来不参加这样的活动 这位余先生和你二姐是什么关系啊 小学同学 好吧 谁让我刚才也麻烦了你呢 你告诉你二姐 虽然我没有时间 参加这位余先生的活动 但是我可以跟她见见面 谢谢董事长 你们姐妹关系蛮好的啊 嗯 我从小没妈 都是两个姐姐照顾我 护士 我跟朱教授约好了 只看一下发验单 谢谢啊 你好 朱教授 麻烦你看一下发验单 你叫陈月梅吗 我是她妹妹 叫陈月梅尽快来医院 做补随参词检查 朱教授 你们可能有心理准备了吧 陈月梅的病 确诊为慢性立细胞白血病 而且情况非常严重 大夫 大夫 你们这里是全上海最好的医院 你们肯定有方法救我姐姐的 你说她得的是慢性白血病 这说明她还有救是不是 不是这个概念 从目前的医疗水平来说 白血病仍然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恶性疾病 嗯 治疗的方法嘛 通常是用化疗 但是 对慢性立细胞白血病来说 即使化疗非常成功 也只能保证患者三四年的不复发 今年来 在国际上先进的办法是 骨髓移植 在医学发达地区 采取这种方法 患者康复的比例是 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就移植啊 不那么简单了 必须是直视清楚的骨髓啊 那还等什么 我们可以随时把骨髓移植给姐姐 骨髓移植是简单的医学工程 尽管你们是同胞姐妹 基因结构完全相同的 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还要分形和配形 移植后 还看患者的排斥反应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不能让我这两个女儿再有什么意外 我不同意 爸 你就别添乱了 没听大夫说嘛 这是根治大姐白血病的唯一方法 大夫 我们愿意献骨髓 您赶快安排吧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 骨髓移植的医疗费用非常昂贵 多少 至少四十万 四十万不就是换换骨髓吗 怎么要那么多钱啊 四十万恐怕还是最低的费用 如果我们拿不出钱 我姐姐只能等死了吗 救死扶伤是医院的准则 但是医院毕竟不是慈善机构啊 现在除了钱我们应该做什么 可以先去出学 准备基金鉴定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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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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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医生说呀 姐妹间基因相同的才四分之一 别到头来把你们姐妹俩 当医学实验品 爸 你什么意思啊 现在这种方法是唯一救大姐的办法 你知道吗 那天在医院就滴滴 是不是怕花钱呢 你胡说什么呀 雪妹不是我女儿啊 你这谁呀 我想在附近找间房子住 听说你们家有一间长电空着的 有房子也不可能租给你呀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哪 我至少不是坏人呢 再说我付你租金呀 我们这儿租金可不便宜呀 你开个价 二百 不能低于二百 看你那副宰人的样子 我还以为得两万呢 这样吧 每个月带水电费四百 我先付你半年呢 我这就去居委会吧 断手去 我还要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我看得出来你就能做主 谢谢 阿木 嗯 起来了吗 起了 这是我昨晚煮的茶叶袋 一会儿看见雨梅你给她送去啊 她现在还能吃咱家的茶叶袋呀 雨梅从小最爱吃我煮的茶叶袋了 你也吃了人家陈家二十多年的包子 人的口味哪能说变就变啊 难说 雨梅这丫头啊 脑袋瓜子灵光 人长得也漂亮 这有出息还不是迟早的事儿 我说阿木啊 你也是个有手艺的人了 不要老闷在小铺子里 这男人哪 该闯的时候也得闯一闯 我走了啊 哪去啊 闯去 阿木 茶叶袋带了吗 带了 早早十分钟啊 我今天眼睛跳了 说明今天路上堵车好卖爆啊 你还挺迷信的呢 真的 多少次了 我眼睛一跳呀路上就堵车 声音特别火 我走啦 我走啦 眼睛一跳就堵车 这 这九童台都没请你当主持啊 来 雨梅 这是我妈给你的茶叶袋 替我谢谢童来嘛 大姐这病查出来没啊 查出来了 白血病 白血病啊 这可是没救的病啊 闭上你乌鸦嘴 现在医学已经有治疗的办法了 只不过医疗费要花一大笔钱 多少钱 天文数字 算了跟你说也没用 我上班去了 快迟到 说出来也好一起想想办法嘛 让一让 麻烦你让一让 凭什么给你让了 又不是你们家的目 刚才那个女孩你怎么让她走啊 她是她你是你 喂 让落牌分人哪 莫名其妙 怎么样 挺漂亮的 多少钱 无价之宝 我费了好大劲才突然弄到她 给吴峰的见面礼 这第一次见面就送礼 未免太乍野了吧 我已经派人打听了 吴峰的老公早年是石油勘探工程师出身 你最后看探嘛 常年奔波在外 生活特别枯燥 于是她就养成了收集各种石头的爱好 据说他们家 其实云集啊 是吗 我想吴峰耳濡目染 肯定对石头也情有独钟 我选择她做见面礼 既不会让她觉得烫手 又表明我对她深入了解的良苦用心 但愿这招管用 眼下融资计划全部失败 我只剩下吴峰之一根救命稻草 所以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不是我给你泼凉水 这个吴峰可是投资商圈里有名的女强人 一项注重实业投资 善于低谷入室 而且眼光独盗 去年互联网火的时候 她就在北京明确地表示 不会进军IT业 可现在网站倒闭 各路投资商都刀枪入空 她却在考虑如何收购互联网企业 可见 此人非同一半 那她为什么不愿意投资家园网站 她觉得你的商业计划书中 盈利模式设计的可操作性太长 而且盈利的时间不可准确预见 同时她认为你的年度财务报表当中 用于广告和宣传的费用过高 而值得大力开发的物流系统 却得不到财务的支持 这些我会当面想地解释的 不管怎么说 我相信我和吴芳有缘 我的几次人生机遇 都是女人给我的 比如我去美国 就是一个萍水相逢的 美国老太太给我提供的经济担保 所以我相信我和女人的缘分 贝贝 贝贝洗完澡了 舒服不舒服啊 袁老板 贝贝啊还要做个常规美容 你稍等一下啊 好 不急 你看这小崽子 让陈小姐伺候得多舒服啊 你别说 我们贝贝啊还只认识陈小姐 是啊是啊 贝贝是我们这里的常客了 贝贝 老板 来一下 我知道我马上来啊 给贝贝弄好一点啊 那杨老板 我先去忙了好吗 好 辛苦了 心不苦 命苦 以你的自身条件 干这行 确实是委屈你了 那我还能做什么呢 如果陈小姐喜欢服务行业 那给人提供服务 不比伺候动物强多了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想跳槽 可以找我 新感觉娱乐城 对不起 我不晓得我能在你那儿 能做什么 冰妹 来了 好 上面有我的电话 改天 我们好好谈谈 冰妹啊 来了 好 再见啊 老板 陈冰妹 你帮帮忙好不好 你说你这两天 不是早走就是晚来 今天又迟到一个多小时 你害得让我给小狗洗澡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不是 老板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姐姐有病 这两天家里人都在忙 我不是个不同情达理的人 你说谁家还没有个病 也没有个灾的 咱们可是有制度的 你拿的可是八个小时的工钱 那你说怎么办吧 这样吧 我就不多扣了 这个月呢 扣你五十 你不要说我没有跟你打招呼 还厉害呢 不行 阿正 结账 你结什么账 你还帮我扛了十几袋面粉呢 阿正 给小兄弟盛碗汤子 不用不用不用 我马上就走了 马上就走了 陈说您这包子的味道真不错 就是定价太低了 两块五一斤能挣钱吗 我这些顾客呀都是老邻居的 定价高了能好意思吗 再说 这个包子靠的就是菜鲜肉鲜 还有这货馅的老配方 值不了几钱 光这老配方我觉得挺值钱 说起那个钱呢 我们家老二就 这间房子当仓库好几年了 夏天又潮湿 怎么能收你四百块钱一个月呢 行您别提这事了 到别地还不一定能租下来呢 以后我吃包子您给打个折 住在一个屋就是自家人了 吃饭还能收你钱啊 雪梅 爸 怎么起来了 总躺着也不是个事啊 那没病还不得憋住病来了 陈柔我先走了啊 雪梅 我们可没瞒了你啊 病来了 就得积极地治疗 您没听雨梅他们说吗 现在医学发达了 白血病也算不了什么绝症 你得想开点 都在想办法呢 爸 这开始啊我还真有点想不通 你说这倒霉的事儿 早就让我摊上了呢 哎 这哭了一夜了 我也哭累了也哭明白了 这病呢总得有人得 这摊上了就是天意 啊 你可别打退堂鼓啊 我和你两个妹妹都商量好的 再联系 马上让你住院治疗呢 哎呀 治疗不一定非要住院啊 那住院费那么高 再说了我也没有医疗保险 这 住院的事儿就听我们的啊 爸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嗯 现在 我最担心的就是蓬佩 现在正是孩子容易学坏的时候 教育呢是关键 这两个妹妹要嫁人 我不能连累她们 爸 要是我那天走了呀 这孩子 就交给你了 许美 爸 明天我就去接到 办理跟杜汉的离婚手去 让孩子信我的信 这样他就是法定了陈家的人了 孩子是我的骨肉 也会是我生命的延续 我要让他永远留在陈家 你好 太恒公司 哦 我就是 你是 杨帆 哦 你好 你好 今天中午啊 两点半的时候 我要陪董事长 见一个很重要的客人 这之前没问题 嗯 那好吧 我们一会儿见 好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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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不好意思 郑小姐 带有你的休息时间 你太可惜了 杨厅长 谢谢居官 杨帆 嗯 嗯 那你就叫我雨梅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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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上次见到你相比 你今天显得有点憔悴 是不是工作太累了 我妈可是个工作狂 嗯 工作上倒还好 就是最近家里出了件大事 什么事啊 我大姐查出得了白血病 这人啊 真是旦夕祸福 医生怎么说 目前最先进的方法就是骨髓移植 但是成功率也只有四分之一 再说 这也需要一大笔钱 可这笔钱对我家来说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只要有治好的可能 我想钱的问题总好解决 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讲 钱的问题恰恰是最难解决的 还有我们大家呢 我想 咱们不说这些了 让我看看给君嫂买些什么 你好 欢迎光临 我们这次来见证探亲的六名君嫂 全部来自大西北 西北的冬天是很冷的 风沙又大 我准备给他们每日买一件羊绒衫 另外每人再送一条羊绒围巾 羊绒衫和围巾最能体现温情 作为礼物又高档 再说现在正是羊绒服装的销售淡季 价钱只好符合我的心意 还有两个君嫂刚结婚 我就准备送她们红色的 既喜惊又不俗气 年龄大点的呢 就送深灰色和浅褐色 看着庄重 干吗这么看着我 看来你早有准备啊 根本不需要我当参谋 我一个大男人买这么多女人的东西 总让人感觉怪怪的 有你在可以当个挡箭牌 你现在就去谈判的地方吗 我还有一点时间 随便问一句 你一会儿就穿这套衣服 和我母亲参加商务谈判吗 对啊 你觉得不合适吗 我觉得显着有点老气 你要知道合适的着装会增添自信 同时对对方也是一种尊重 那怎么办啊 雨妹 你跟我来 好看吗 嗯 不错 蛮适合你的 同时让你看上去 更富有青春活力 是吗 这个特别贵吧 不贵 六百多 雨妹 为了感谢你陪我忙了一中午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想把这套衣服 作为礼物送给你 不行 今天是我的工作范围 没什么可感谢的 工作范围 哦 那就全当是我们的见面礼怎么样 听你这口气 怎么好像咱们是没人介绍 来相对相呢 好 再见啊 雨妹 好 你的衣服 谢谢 拜拜 你赶紧走吧 好 雨妹 哎 你怎么还不上去啊 那 那是谁啊 交男朋友啊 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儿子 中午开着军车逛街 你可真有那闲心啊 这跟你有关系吗 你这衣服很漂亮吗 当然漂亮了 好 好 漂亮 漂亮 董事长是北京投资商圈里的女强人 这次到上海任职 对于我们这些需要资金的创业者来说 五一十大福音啊 上海的商业氛围和市场 在全国是首居一指的 只不过上海的投资者 往往像传统的上海人一样 精灵有余而胆气不足 我虽然常年在北京工作 但我也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呢 所以余先生刚才指的胆气不足这种陋席 恐怕在我身上啊 会表现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胆识和你们年轻人更是不能比了 董事长过谦了 在去年互联网发烧的时候 您领导的企业冷静地作弊上官 而如今全球IT业进入双动期 您却公开表示支持IT企业的发展 这本身就是一种胆识 对 你们两个人的话呀真让我飘飘然了 你们两位帅小伙子 放着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不恭维 老冲着我说好话 是不是有点找错方向了 其实是得好好感谢雨梅 如果没有雨梅的安排 我不可能这么快就有机会 向董事长您当面讨教 这都是董事长给我面子 其实呢 董事长平常的日程安排得特别慢 但是她一听说你是我二姐的同学 马上就答应见面了 您还不知道吧 我和雨梅 我们俩是桂花湾的老邻居了 您听说过桂花湾吗 我知道 上海最后的澎湖区 对 如果您能亲自到桂花湾 您就能理解我为什么 以家为主题创建自己的家园网站 对于这个大都市里边的澎湖人家 家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澎湖区里边到处拥挤的贫穷 是一年又一年的潮湿已昏暗 我们从小受到教育 就是一定要好好学习 长大 离开澎湖去永远不要回来 我当年就是抱着这种信念去的美国 苦读学位 艰苦创业 当我终于能在世界上任何美好的地方 建立自己新家的时候 可我突然发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桂花湾才是我这个澎湖区长大的孩子 不可替代的永远的家园 家可以改造 可以重建 但却很难迁移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互联网上 创立一个虚拟的家园 我要让网络编织人们关于家的梦想 让网络去实现我们对家的改造和美化 我在华尔街的低币融资 就来自一位犹太裔的风险投资家 正是由于这种对家的共同的认识 才促使了我们的合作 我想我和雨梅都被你的激情所打动了 不过我想提醒于先生 做企业呢不像做师 但是风险投资家呀也不会都像那位可爱的犹太商人 可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讲 风险投资家比诗人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 只不过一个靠文字一个靠金钱 是啊 可惜我是老了 无论用文字还是金钱 都已经写不出诗了 在我的商业计划中也不可能有那么多虚幻的东西 因为我深知盈利是企业的最终目的 当初我们之所以放弃绝逐门户网站 而选择了专业网站 就是因为我不看好门户网站 只依靠广告的那种盈利模式 互联网最大的问题就是盈利模式 巨大的投资和遥遥无期的盈利 这是每一位理智的投资商所不能容忍的 我承认互联网在初期是有注意力经济的某种特点和需要 需要一定的炒作和一定的作秀 但是如果这一切不能有效地转化为企业的利润 那么就不能说是投资商缺乏激情和想象力 而只能说这是市场法则 我承认在过去的一年里 家园网在宣传和自身的广告投放上显得过于密集 有些铺张了 可是在竞争年代 为了创立品牌付出代价也是必须的 建立品牌是精英团队的工作 而投资商关心的是这个品牌所带来的可能的利润 家园网今年的工作 已经由创建品牌转移到迅速盈利上面 我们已经启动了网上的家庭装修设计 网上的建筑材料采购等具有盈利可能的运营 并且开始整合相关的物流和通路 我需要的是具体的数字和实事求是的方案 您会刊断 那好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 宇先生认识您很高兴 我也是 这块石头很难得到 我知道您跟您先生都是赏识大师 也不知道您喜欢不喜欢 全当我们一点心意吧 这算不算是感情投资啊 我们只希望您关注我们的家园网 无功受禄 我会有压力的 要感谢啊 应该感谢雨梅而不是我 好 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雨梅 送送 好 走吧 雨梅 好 走吧 董事长 这块石头怎么办 这是你的事 你这件衣服是杨帆建议你买的吧 对 我这儿子啊 有时候还挺细心的 他很直率 军人呢往往直来直去 他没让你感到不舒服吧 没有 我觉得他挺斯文的 斯文 在小姑娘面前他还挺能装的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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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当上大老板的秘书派头就是不一样啊 敲门都不会用手了 你少一样怪气的 没看见我手上拿着东西呢 什么东西啊 这一块破石头也至于 你懂什么呀 这个可不是一般的石头 哪来的 还真有点意思啊 余恩还送过我们老板的 老板不收让我处理 藏物吧 去你的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 那你准备怎么处理啊 嗯 我准备啊先拿回家欣赏两天 有人说这是特别名贵的石料 我想应该挺贵的 拍马屁的东西应该便宜不了 至少得有一千块 谁知道呢 我想啊太贵的东西 他也不会当着我的面给 多伦路文化街专门收购这种石头 我打听一下咱把它卖了吧 你想什么呢 说着说着就露出桂花湾的穷村巷了 这要让别人知道我还怎么做人呢 这不和你商量吗 急什么呀 我啊和你没什么可商量的 走啦 这拍马屁也没拍到位置上 多珍贵的石头啊 打水漂了 别着急 咱啊另想办法 来 二姐 你说这石头怎么放咱们家这么别扭啊 什么好东西放在咱家都不显高档 我看啊明天干脆你就把这石头给晕送回去算了 如果他不要的话 你干脆就给他卖了 说不好还能卖了百十块钱呢 你怎么跟阿牧一个调子啊 真没水平啊 还有水 你洗洗 我在公司洗过了 帮我拿个毛巾 快 哎 哎呀快点 进雅年里水 哎 嗯 云云和你们老板谈得怎么样 嗯 哎 哪不准 哎 不过我觉得他谈得挺好的 嗯 特别深情 哼 中间好几次又拆着掉眼泪 哎 哎 你们老板呢 他呀 他倒挺冷静的 他是的也冷静 像你这一激动 最多是赔上几滴眼泪 他要是一犯晕啊 几千万人民币可就没有了 嗯 原来啊 我以为就咱们家缺钱 现在看来谁也不富裕 你看云云 他平常多牛啊 可是到我们老板面前 不还得毕恭毕敬呢嘛 说起拍马屁的话来 眼里脚一个肉麻 他要不是缺钱的话 你说他至于吗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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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咳 他和我们不一样 他缺的是啊 花亭酒店 买别墅 买奔驰的钱 我们缺的是养家糊口 给大姐救命的钱 两回事 人家余恩那不是为了事业吗 你也别那么说了吧 人家好歹是美国的NBA呢 什么事业 那是圈钱 什么网络啊 我看纯事是往前呢 你信不信啊 就连他都承认我说的一阵见血 哎 人家又没得罪你 你干嘛呀 哎 我倒是觉得他对你挺有兴趣的 他对谁都那样 这小子啊 在小学的时候就特花心 小学啊 对啊 他那时候给他们班的女同学写信啊 结果那几个女同学拿说一看 飞人出来一样 一模一样 真的 对 那他给你写过吗 你说余恩这小子吧 他还真的挺聪明的 平时根本看不到他的学习 一到考试的时候他就拿一百分 不过他现在是在低谷 哎 二姐 嗯 你能努力 没准真能当上余太太呢 去你一分 他如果真向我求婚的话 嗯 我还得真得考虑考虑 他妈鬼精鬼精的 还不得琢磨我一辈子啊 那还不容易啊 到时候你就让他先付你一百万 然后再接呗 好主意 哈哈哈哈 不过现在你是别想了 他要是有钱的话还用去套钱啊 那就等他圈套钱之后再娶我 嗯 好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我又狠 睡觉吧 好 哎 你快说说你那小海军怎么样吧 什么小海军啊 人家可是鱼雷快艇的副厅长 副厅长 哎 姐 姐 嗯 看见没 这就是他送的 哪个 这个 看看 漂亮吧 有点板 职业装都是这样的 你懂不懂啊 进展还挺快 都送礼物了 其实呢 我们俩也就才认识两天 八子还没一撇呢 哎呀 哎呀 语梅啊 嗯 你说说啊 如果你要是成为吴家的儿媳妇 那余恩要像你老婆婆一样的给她 投资的话 那不得先拍拍你的马屁了吧 哈哈 哎 真是这么回事啊 到时候啊 我就说 你猜我怎么着啊 嗯 余恩 你是不是想要投资啊 那你就先花一百万 把我二姐取了再说 哈哈 嗯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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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姐 你睡了吗 没睡呢 二姐 你说大姐的病能治好吗 就是把我的骨髓撑干了 我要做大姐的命 你注意一点 在这儿住的姑娘可都没有嫁人哪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对不起 人出出拉拉的名字还挺酸 对不起 余恩 阿牧 好久没见了 听冰梅说你又搬回来住了 回来陪陪我爷爷 你怎么样 还喝口饭吃呗 发了吧 没有 你看这里电器哪个是值钱的 挣不了钱的 余恩 余梅 你上班啊 搭我的车吧 好啊 车呢 我说的是坐飞行 我的车卖了 没事 走吧 余梅 这是我妈给你的 阿牧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我刚才也在这儿站半天 你也没说给我啊 我没吃早点呢 我这个先不要了 我昨天还没吃完呢 你不要啊 那都给我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现在正住车呢 咱们走吧 那我们走了阿牧 走了啊 谢谢你的茶叶蛋 没关系没关系 你那块宝贝石头可还在我那呢 送给你们 你们老板 算了 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我们老板对你的印象 那就看你愿意不愿意说了 我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嘴言可是当秘书的头条纪律 嘴言 你二姐最近干嘛呢 你是不是也特别想知道我二姐对你印象 这不需要嘴言吧 对 对 这个我可以给你透露透露 嗯 我二姐觉得你呀 太聪明了 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这评价不太好 卖棒了卖棒了 今天的晨报 我毛钱一份 卖棒了 哎 师傅 要报纸吗 好 哎 余大哥 哎 有没有啊 哎 要报纸吗 今天的全报 里面还有关于你们网络的消息呢 来一份吧 是吗 哎 那我回家给你接啊 行 没问题 再见啊 再见 卖棒了啊 嗯 你还认识卖棒的啊 嗯 他就是 周伟爷房子住那个山东的打工妹 嗯 你别说 有的时候我挺佩服这些外来妹的 嗯 他们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为了生存什么苦都能吃 可是桂花湾的人 有的时候还高不成低不就呢 余总 人事不通知又有三名员工辞职 很好 想走的一律不留 美国投资银行方面有几份传真过来 有什么好消息吗 没有 那我就不用看了 还有什么事 城报记者打电话过来想采访你 现在啊 他们搞了一个 昔日网络英雄近日谈专栏想请你谈谈 我不是网络英雄 还昔日英雄 你跟他们说 少落井下石 好 喂 你好 找人事总监 我就是 黄西总啊 有什么事吗 从现在开始 你给我收集 泰衡投资基金女老板 吴芳本人的所有相关资料 越详细越好 我不要犯犯的 要内情 要隐私 这个东方 我会通知财务总监 给你拨专项资金 但是 要注意保密 好 我尽力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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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做美容去了 来 碧莓 碧莓啊 老板 今天上午全套美容必须做完 老板 我今天上午想早走一会儿 到医院给我姐姐去化验结果 你有毛病啊 化验结果什么时候不能去 你走了狗怎么办呢 可是这化验结果 关系到我姐姐的命 总比给狗美容重要吧 在我这儿 狗比什么都重要 这跟厨生在一起久了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你敢骂我你 我不干了 你不干就不干了 我有钱还请不着人啊 你怎么才来啊 跟老板吵了一下 这一面 你最近火气也太大了 一生气我不干了 那你不是又失业了 无所谓 又不是第一次 策畅畜生的活 又不能干一辈子 所以你咱们家怎么这么倒霉 别走了 在这儿呢 陈选妹是你们什么人 大姐啊 是亲姐姐吗 当然了 我的意思是啊 是不是同一个爸妈生的 你什么意思 检查的结果 陈选妹不是你们亲姐妹啊 她的基因结构 跟你们完全不同啊 什么 你说什么 你们俩是亲姐妹 而陈选妹跟你们 没有血缘关系 这家医院 像跟咱们有仇似的 怎么所有发现结果都这么吓人啊 你相信这个结果吗 打死我也不信 咱们从小和大姐一起长大 从来没人说咱们不是亲姐妹啊 医院肯定搞错 其实想知道真相 问一个人就行了 谁啊 爸 他会说吗 他会说吗 我 出什么事儿了 那个 爸呢 出去了 户籍资料涉及到公民的隐私 一般我们是不能随便对外公布的 警官 我大女儿前些日子查出了得了白血病 医生说 只有通过骨髓移植 才能挽救她的生命 可这孩子 是我三十多年前 在内蒙插队的时候领养的 所以和我们全家 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要找到她的亲生妈妈 那她的亲生母亲在哪儿啊 叫什么名字 不晓得呀 不晓得 那你的女儿是怎么领养的 她是个气因 我 有些事情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如果孩子妈妈的名字都不知道 那插揉起来可就更加困难了 那你能不能查一查 上海当时的女之亲叫曹阳 曹操的曹 阳光的阳 她是什么人 她可能会提供一些孩子妈妈的线索 好 你等一下我看看啊 现在上海有四百三十二名女性叫这个名字 她是哪年出生的 四九年五零年吧 还有七十一名 那有没有到内蒙古呼伦贝尔之边的 目前资料上看不出来 你能不能把这些资料给我 我自己去打听去 这个事情还是我们帮你办方便一些 不过你先到局里去办个手续 另外那个叫曹阳的 如果他的户籍迁出了上海 那要查找起来可就更加困难了 给您添麻烦了 不客气 我父亲当年也是知情 吃了饭就上班去吧 一梅啊 你刚工作 从请假给人家印象不好 嗯 我现在是自由人了 一会儿吃完饭你们谁都不用管 我收拾啊 怎么回事啊 哦 她把工作辞了 为什么呀 当然是看不惯老板那张嘴脸了 见着猫啊 狗的 嬉皮笑脸的 一见到人就饿声饿气的 简直一条恢复犬 你呀 你从小就受不了一点儿委屈 你端人家的饭碗 你当然得看人家的脸色了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着啊 还没想好呢 人家都是骑着马着马 你倒好 先辞了再说 一会儿吃完饭赶紧找工作去 好吧 我吃好了吗 嗯 我收拾 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们俩 哎 帮大姐拿一下 哦 哎 二乔 啊 啊 才这样啊 你这大中午的怎么不在你包子铺里啊 哎呀哪顾他那包子铺啊 为了雪梅的事去了一趟公安局 公安局 啊 冰梅和雨梅要给雪梅献骨髓 你想 他们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这一做检查不露馅了 瞒了三十年 瞒不下去了 要献骨髓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通过公安局 找到雪梅的亲生妈妈 我把雪梅 当作亲生女儿养了三十年 她真要有个三长两短 不是我成儿瞧不尽心啊 你放心 你们对雪梅怎么样 别人不知道 雪梅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我陪你走走去 我陪你走走去 这孩子的命 怎么那么苦啊 这街坊四灵里 也就是我知道雪梅不是你亲身的 可是这么多年来 你从来也不说 你当年为什么从内蒙带回这孩子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弄得雨梅她妈开始还以为 雪梅是你和我的私生子 你这黑波到底要背到什么时候 要不是雪梅得病 我一辈子都不会输 因为三十年前 我曾经对一个人做过承诺 谁啊 孩子的父亲 现在人在哪儿 他已经死了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生死之交 这江水就跟我们人一样 我这辈子什么都没留下 你比我强 你还有包子铺 两个没嫁人的姑娘早晚都得变凤凤 我也只有天天卖卖茶叶蛋了 阿牧怎么样 跟他死去的父亲一样 整天就知道待在铺子里修机器 哼 这傻小子 还打女小三的主意 做梦呢 我们就别管孩子的事了 让他们自己做主吧 是啊 雨梅人漂亮工作又好 怎么会看上阿牧呢 可是阿牧 人哪 就是个缘分 缘分到了 什么也挡不住 没有缘分 再怎么也走不到一起 是这样子的 咱们不用签合同 也没有底薪 来去呢也自由 你的收入呢 跟公司咱们五五开 如果你的一个月的速递费 要是超过一千块钱的话 你提六成 好吧 要是一个季度 你的速递费超过三千块钱的话 这样超出的部分呢 再跟公司再五分开 你看这样行不行 五分开 好 我同意 好啊 你晓得吧 这咱们速递工作的重要性 就犹如社会上的血管 如果要是没有我们这个速递工作 这个社会就会瘫痪掉地 放心 有我绝对不会瘫痪 好啊 哎 你有主动车吗 主动车 公司不提供啊 我们 毕竟还是一家小的公司 这主动车嘛 都得自己带 是要工作 还要自带工具 算了吧 哎哎哎 我是说啊 你可以利用别的方式去送嘛 用什么办法 用腿跑 过不了几天我该瘫痪了 哎 他 我瘫痪了 做个法国香水或其他类似的推销吗 没有 我以前推销过保鲜皮 哦 这还完全不一样 那你懂法语或英语吗 我要是懂的话就不会来这儿了 嗯 还是谢谢你啊 没事 走好 哎你好 你好 您是美容还是美发 哦 我不是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招服务员吗 嗯 现在我们就招联明洗头工 啊 洗头工 年龄要求十八到二十的 哦 不好意思啊 打扰 没关系 我懂你的意思 再不干活 今天就开不了张了 可我哪有心思啊 雪梅从小命苦 这孩子心眼又好 可老天偏偏跟她过不去 嫁人嘛 嫁了一个不三不四的 现在也不到当哪个鬼混去 自己拉扯大了两个妹妹 孩子也上学了 刚刚过了几天安门的日子 可如今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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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梅啊 董事长 以后公司重要的业务会议啊 只要我参加你都练习 还要做好记录 把这些记录呢一是两份 一份给我 一份你作为公司的机密文件保存 没有我的同意 任何人也不能调看 好 知道了 好 董事长 什么事儿 我们人事部下班后 为这个月过生日的员工 举行一个生日派对 您参加吗 哦 这个月都有谁过生日啊 投资部的杨真 财务部的徐健 还有您的秘书雨梅 雨梅也是这个月过生日 她的生日是后天 我一定参加 好 来吧 进来吧 爸 我和雨梅想跟你谈点事儿 哎呦 今天中午出去那趟 这头疼得厉害 这头疼得厉害 有话明天再说吧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爸 睡一觉就好了 爸 你没事吧 没事 那你休息吧 爸 啊 二姐 你睡了吗 睡不着 我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过去点 干嘛呀 干嘛呀你啊 真 反人那么大人了 还往人家被窝里砖 快说快说 什么事儿 我今天啊 看见爸爸和童妈妈在一起 有什么奇怪的 他们俩特亲密 你也不想想 咱们家现在都乱成什么样了 爸爸还有心思和别人到江边看风景 你觉得这正常吗 真的 咱们家最近就 竟出怪事儿呢 哎呀 算了 不想他了 明天一定要问爸 关于大姐的事儿 哎 二姐 你说如果大姐真的不是咱们的亲姐姐 那她会不会是 想什么呢你 脑袋没事吧 这还是你说的呢 你说妈妈生前的时候和爸爸吵架 有很多次都是因为童妈妈 而且你还说 那会妈妈不让咱们去她家玩呢 那你也没少到童妈妈家吃杀鸡蛋啊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爸爸和童妈妈从小是一起长大的 关于自然比别人强 妈那时候只是疑神疑鬼 你对这种事儿怎么看这么开啊 本来就是嘛 众目睽睽的 他们能有什么事情啊 他们有事儿的时候还没你呢 你替他们打什么保票啊 你也不想想 爸爸才认识几个人呢 他除了去了两年内蒙 其余时间就没离开过桂花湾 如果大姐不是咱们的亲姐姐 那她的亲生父母肯定也在桂花湾 你总不会认为 大姐是同妈妈和爸爸生的吧 那可难说 你疯了你啊 越说越离谱了 要是那样的话 妈妈还能对大姐那么好吗 这和大姐有什么关系啊 再说了 妈妈那个人是刀子嘴豆腐心 其实特别善良 不过啊 我还真希望大姐是同妈妈生的 至少能有人给她移植骨髓了 可是她没准还不承认呢 你看刚才 刚刚跟爸爸谈这件事 她非说头疼 看风景的时候她头怎么不疼啊 对了 还有那天在医院 听说要骨髓移植 她死活不同意 我也想也觉得她有问题 行了行了 你也别瞎猜了 我们这儿有化验结果 我看这事啊想瞒都瞒不住 我今天端详了一下大姐 觉得她和咱们长得是不太一样啊 你那是心理作用 别人还说我俩不一样呢 当然不一样了 你在东北姨妈家待过好多年了 能不能不提这事 其实仔细想想 有些事还不是不知道呢 省得知道了心烦 我们也别管大姐是亲生的 还是别人家的 从小一起长大的就是亲姐妹 还是想办法救大姐的命吧 要是弄不到四十万 别说是 还没少到香配的骨髓 就是有合适的放到枕头边也没有用 那你今天的工作找得怎么样啊 哪那么容易啊 反正我想清楚了 挣钱少的我是绝对不干 只要是挣钱 干什么都行 行了行了你去回去睡觉吧 去去去去 我这糖果啊 快回去 好好我自己当边的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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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 这天刚亮你就忙活呀 我得赶到小学生们上学前 到小学校门口去 这样能多卖一些茶叶蛋 哎呀 这学校离这里多远呀 算了还是我起来帮你送过去的 别别别 你继续睡吧 我就全当着早晨锻炼了 月夜 你回来了吗 哎余大哥 你怎么起那么早啊 睡不着 睡不着 睡不着啊 是不是板床太硬了 还是被子长 今天要是出太阳 我给你拿出去晒一晒吧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 这有什么麻烦呢 不就是晒被子嘛 被子晒了睡觉就舒服了 哎呀 其实我没有那么娇气啊 在美国我什么地方没住过 住地下室抵折超多 是吗 不过人家的床都是非常软的 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 都一样 都让你舒舒服服地睡觉 起码让你在睡梦中 享受一种平等 哦 相比之下咱们的床 就太缺乏人文关怀了 硬光帮了几千年 我看哪 这还是习惯问题 你要是现在让我睡那个软床 我可就睡不着 哎 你看我这张床就是硬的 人家报纸上说了 睡硬板床啊 对老人和孩子的身体有好处 没那回事 美国人睡软床睡了那么多年 我在马路上 怎么也没看见过几个锣锅啊 咱们中国人啊 就爱给自找苦吃找借口 哎 你仗口闭口的总说每个人好 那你回来干嘛 还有啊 你放着高级的公寓不住 非得挤到这儿来受罪 是不是也是自找苦吃啊 聪明 以子之毛公子之盾 行了 吃饭吧 哎哎 那个我听说你学过按摩啊 嗨 别提了 那时候啊想的挺好的 后来才知道 正规的按摩根本就没有小费 工资又那么低 我一看算了吧 哎呀喝 好 爷爷 哎 成家包子买回来了 快趁热吃吧 哦 等一会儿 我先喝杯水清理清理尝味啊 哦 爷爷 您让人家买包子别忘了给人钱 人家是房客不是咱家保姆 那还用你说啊 这柳爷 嗯 这几天的包子钱全记着啊 嗯 到月底充电的房租里扣 好哎 那还用完了吗 我发现您这老爷子有点意思啊 怎么 这一马归一马的 哎 干什么呀 哎 这钱我替您付了啊 啊 这好像我不付钱是呢 这 刘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啊 也没有那么多 你这两天有空啊 帮我把被子晒了 再帮我把那洗钱衣服洗了 剩下的就算给你的服务费 你这服务费我付了啊 哎 你记着 不管是特殊服务还是一般服务 只要你付出了 就肯定要回报 这就是美国精神 哦 这种精神啊 我喜欢 你看见没啊 哎 你还喜欢什么呀 还喜欢什么也没有用啊 反正也没什么机会了 啊 如果要是有机会呢 有机会 那就跟你一样啊 当个老板总裁什么的 哎 哈哈 吃饭吗 好了 哎 也吃了 哦对了我先喝水 哦 哎 喝水 特别烦了 哎 好的了 哎 慢点走 几根 两只的有时候两只牛包鸡 好的了 两块的白鸡 两块 好的 哎 这儿 看好 嗯 钱在这儿 嗯 我一会儿回来 嗯 看好啊 我得走了啊 晚了我就分不到报纸了 哎哎哎 你要怎么卖不完的报纸别忘了带回来啊 知道了 嗯 这姑娘文化不高悟性不低 嗯 看怎么了 你爷爷什么品味啊 那一般的傻傻乎乎的打工妹 能竟怎么加门啊 哎 哎 小哥这儿从前哪 我早就把她收到偏房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以为您是谁呀 啊 这赶来上海打工的外来妹 其实都跟我我们这些闯荡美利坚的人一样 嗯 那都是当地的精英青年才俊 人家总不能刚出龙潭又入您这虎穴吧 你还别小看爷爷 我这也是老鸡福利置在千里 嗯 昨天呢 我 我先跟你说你别看棒了 哎呀 这就习惯了 哎 昨天呢 我到医院去体检了 嗯 你猜医生怎么跟我说啊 怎么说 说我是七十岁的年龄 三十岁的心疼 你最常是广告弄的 哎你帮我来 哎 就这么棒了 哎 我我已经琢磨好了 嗯 还得出山 露一声给你们看看 哎 您不是想让我给您投资吧 我可告诉您 我自己的投资还没影呢 嗯 其实您这老老实在家炒了鼓 不是挺好的吗 不行啊 可赏库了 永远是挨咱的命 要干呢 我得干实业 那不怕小 从小多大呀 您这意思 您还真当真了 哎呀 你可 你听我说 就在眼前 嗯 那个成大包子铺 怎么了 怎么了 我看他经营不下去了 怎么把他盘下来啊 我来经营 您别逗了 人家每天卖的挺火的 人凭什么给您经营啊 那你不知道 你这 那个陈二乔啊 人哪老实把教的 包包子行 又讲的经营啊 他差远了 哈哈 哎哎哎哎 你看这个 哎你得听着 你看这面 发的 啊 你再看这个馅 嗯 这味 这都没错 那么你一点 不比那上海南洋小龙好啊 嗯 我跟你说 这配方清爽 绝对的健康食品 可是再好 那是人家呢 您也得看着 那听听 人家是小本经营 您以为这是上市公司 您可以收购啊 你别就以为你懂 说不定啊 马上就有机会 余恩 余恩 来一声 送上门了 邪门了 余恩 来了 先替我探探口风 来来来来 姐姐 我还担心你们没起床呢 没有起床 你没姑娘啊 新出国的包子 我现在给你们带来一点 余恩总说喜欢吃我们家的包子 可从来也不见得去 哎呀这陈家包子 这个桂花湾里谁怪吃的 我刚吃完 到外边溜达一下 来吧坐 你们先聊着啊 好 来 来 我这不好意思 穿着睡衣带特 今天真大别人多了 美国人没有这么早窜门了吧 一大早 美女就多吃包子 这在哪儿都一样 没正经的 快吃包子吧 你们什么时候已经买了 这是刚才我们家 是那小姑娘买的 她是你家保姆啊 我说呢 不是 她是我们家的房客 不会是爷爷给你找的同样媳妇 什么呀 有那么大的同样媳妇 也坏了 今天一起床 我就有一种预感 你看我什么都没吃 流着肚子呢 你可千万别勉强啊 没人强迫你吃的 你先吃吧 我走了 莫白 大姐雪梅的事 我已经听说了 谁告诉你的 这澎湖据消息传播的速度 有时候超过互联网 我们家的倒霉事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实这白血病 有时候也不是什么太可怕的事 得了这种病 其实已经被宣判为死刑了 骨髓移植对我们家来讲 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 医生已经明确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四十万 传说也只能是传说了 我刚刚又把工作给丢了 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真不好意思 一大早就 我也是 想找人聊聊天 倒倒苦水 那这个人 你首先想了的是我 我很高兴 其实你没必要那么难过嘛 你也没必要那么难过嘛 你也没必要那么难过 很多事情 坏事往往能变成好事的 只知死敌而后生吧 也许这么一逼 你和雨梅身上的潜能 反而都被挖掘出来了呢 如果那样别说四十万 就是四百万也不在话下呀 你就捡好听的说吧 来 进来坐 芳芳 他也没带出来了 三月还没客气呢 对吧 好 这位 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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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子 这个包子铺让你打点 还能够赚钱呢 好好好 这个陈家包子铺啊 是应该引进点先进管理了 好 你这是让我怎么过啊 那怎么办 退回去 你去哪儿 上班 在哪儿啊 健身房 健身房 健身房干什么 教练啊 你能当教练 大叔 要不要买份报纸 火星上发现外星人了 买报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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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报纸 我买的 好 正好啊 姑娘 买个茶叶蛋吧 多少钱一个 五毛钱一个 阿姨 你看 我拿这个报纸换你的茶叶蛋好不好 我这个报纸也是五毛钱一份 你这姑娘倒真会想啊 你的报纸到明天就成废纸了 而我的茶叶蛋呢 却越煮越香 是啊 我这个报纸到了明天虽然是废纸 可是今天有人不看 他就心里难受啊 坏不坏 那也不坏 我不难受 那就散了吧 来两个茶叶蛋 几个 两个 两个 师傅 没领钱啊 你有多少钱 我啊 我一共才三十九块五元 可以 可以了 再拿几个鸡蛋吧 业实价钱 抓住他 抓住他 站住 站住 你东西给我 给我 给我 你回来 阿姨 你看这钱少了没 不少 不少 谢谢你啊 姑娘 不用谢了 姑娘 姑娘 你住哪儿啊 我住桂花湾 就在那儿 桂花湾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我是租于桂花爷爷的房子 你看看越说越近了 还是邻居呢 是吗 姑娘 要是不耽误你的话 到我儿子那儿坐坐 你儿子在哪儿啊 就在不远 他办了个修理铺 是吗 你们家还是有产业的呢 儿子用来混口饭吃的 童妈妈 你别绕了 我帮你抬下去吧 能行吗 行 来 你小心点啊 来 慢点啊 姑娘 真谢谢你了 给我修了好一点啊 放心吧 别忘了啊 好 再见 再见 明天过来娶啊 好的 阿牧 妈 这是柳叶姑娘 我今天抱着脚别三抢钱了 多亏她见义勇为 抢走多少钱 嘿 你小子 光知道问钱 也不问你妈受伤了没有 人家姑娘受伤了没有 告诉你 一分钱没少 就是柳叶的抱着杯 踩得一塌糊涂 谢谢你啊 不谢谢 我是不是好像见过你啊 是啊 你可能忘了 我可没忘啊 某些人只给漂亮的姑娘让道 这也太失礼了 这样不好啊 怎么 你们认识啊 没有 碰到我一次 好啊 这个修理铺就你一个人哪 你这儿什么都修啊 那你这手够巧的啊 这么旧的收缘机都拿过来修啊 这都是老邻居的 别地修不了就放我这儿了 以后你有电器可以拿过来啊 免费 阿牧 你看你这修理铺里 连个干净的杯子也没有 还不到小卖部去买两天可乐去 快去 好好好 你坐啊 你看我这儿子啊 捣个电器什么的还行 就是人呐 呆头呆脑的 坐坐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雨梅 还没完呢 马上就好 雨梅 中午饭上哪吃啊 你不会是又带包子了吧 天天吃腻不腻啊 谁天天中午吃包子了 那我们天天都在一起聚餐的 从来都不见你啊 你们中午都不带饭啊 现在谁还带饭的 多麻烦 那你们中午都在什么地方吃啊 办公室附近有好多的餐厅呢 随便找一家吃嘛 那怎么付钱啊 A制啊 今天中午你们去哪儿 今天我们去必顺客吃披萨 哎 你去不去啊 哎 哦 张静 你好 嗯 吃饭 嗯 吃饭 雨梅 吃饭啦 快点 范红 走吗 啊 走了 哎 雨梅 一块去吧 嗯 快点啦 走了 哎 来了 嗯 走 你可够傲的啊 从来都不和我们一块吃饭的 什么呀 董事长啊 中午来好事 嗯 吃披萨啊 可火了 现在毕生课中午还得排队呢 就是啊 哎 我好久没吃披萨了 也不知道涨价有没有 管他想不想 每月就三十来块钱 是啊 现在也就这个价钱了 是啊 不算很贵 坏了 我忘了一件事 怎么了 董事长中午让我发个医码 我给忘了 哎 吃完再发吧 雨梅 就是 不行 她的脾气你们还不知道啊 回去了啊 哎 我们帮你带点嘛 哦 不用了 雨梅可真怪 嗯 是挺怪的 现在白领哪个没手机 可她 她从小生活在浦湖区去 生活月比较节俭 人家小秋也是盆湖区的 花起钱大手就能 那人和人不一样嘛 嗯 是啊 来 走吧 嗯 走 我先进去吧 我先进去吧 小姐您要点什么 嗯 我要一碗洋春面 还有点别的吗 嗯 两块钱 一碗洋春面一碗 嗯 两块钱 一碗洋春面一碗 一碗洋春面一碗